加油们好 欢迎大家 又过了一周 欢迎大家来到长导看七哥这个节目 然后刚刚我们也看到 这周发生了很多的这个事情 而且很多的这个袭击也好 然后坍塌也好 都是对于整个世界来说是非常动荡的 所以那我们话不多说 导哥那我们直接来开始跟大家分享 过去一周发生的这个事情 好 那第一个呢 先上来先跟大家分享 是在过去的一周呢 美国有一个这个作者 他在网上发布了一个这样的一篇的文章 他叫做中国超限战 然后在这个中国超限战的这个文章里面呢 他写他说他现在发现 说这个中共已经渗透到了 所有的这个电信航空能源跟这个水利设施 然后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应对CCP的威胁 是美国现在最紧迫的一个问题 导播可以我们可以把这个网页放出来给大家看 然后很有意思啊导哥在这个文章里面 他写到了几个步骤 他说那美国应该怎么应对呢 然后他就写了几个步骤 他说第一个要停止所有中共的投资 不仅如此还要实施所有的二级制裁 要禁止任何和中共做生意的国家 未来再和美国做生意 然后他说要禁止中共使用SWIFT这个支付系统 第三个他说要和盟国合作 比如说像美国和荷兰 然后第四个他说如果是美国任何的公司 收到了来自于共产党的这个攻击 那都要通知美国政府 然后最后他就说 中共的这个病毒和芬太尼 其实对美国已经是战争行为了 所以他整篇的文章听上去就是 引用了很多爆料革命过去的这个说法 然后包括爆料革命所说的 你如何去来制裁打击这个中共 那我们问一下岛哥 说共产党对美国打仗 有两种性质的战争 那其中一种是超限战 另外一种是什么 金融战 是不对称的战争 也就是我们原来一直说 说这个放个气球 气球很便宜 但你打下来要花很多钱 是吧 那这种不对称的战争 再加上超限战 就是今天这个所有的美国遇到的这个情况 然后原来郭先生说 这个超限战的时候 说大家好好去看 有一本这个叫超限战的书 他是乔梁写的 这个书也放在这个旁边了 那我们接下来往下看 超限战当中有一条 就是网络黑客攻击 那过去的一周呢 关于这个网络黑客攻击 和相关人的这个制裁 在网上的热度也很高 那其中呢就有说在周一的时候 中共呢对英国进行了两次的恶意的网络的攻击 并且是很长时间以来 一直都在入侵英国的这个系统 然后这一次的攻击呢 中共获得了将近四千万的英国选民的这个个人信息 然后马上 然后英国就开始实施了这个制裁 那美国呢同一天也公布了一个对这个网络黑客组织 他叫apt31相关人的这个起诉书 和背后的这个武汉的一家科技公司的这个起诉书 这个很有意思啊 因为我们看如果去看到他这个诉状的话 发现他这个起诉他并不是三月份的起诉 他是今年2024年一月份的时候 他就已经起诉了 但是他只是三月份的时候 他才把这个诉状给他打开 才公布给大家 导播我往下看 然后这个美国呢 在这里他写了这个诉状呢 他同时还在这个司法部的这个网站上 他说悬赏一千万美元 可以让这个群众去提供有关于这个黑客组织 有关于所有的这些相关人的这些情报跟信息 那在这个诉状和DOJ的这个网上 他是这么写的 他说这一个黑客的这个参与者 他是未经授权攻击了很多的美国的国防设施 军事设施和重要的这个部门 并且是长期以来一直在获得这样的信息 而且他的目标是通过电子邮件去攻击这个司法部啊 白宫啊 所有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人士 也包括了过去2020年大选的竞选工作人员 所以能能够感受到啊 共产党的这个网络黑客攻击 他作为他超限战 包括灭美计划其中的这个一部分 那这个就是DOJ网站上面 他有提到这个武汉的小瑞智这个科技有限公司 是在武汉的这个湖北的这个安全部下面的 也是国安的这个下属的这个企业 那讲完这个黑客再讲完这个超限战 我们刚刚在片头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本周在美国非常大的这样的一个 巴尔地摩大桥的这个坍塌的这个问题 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这个大桥坍塌的这个情况 那目前来说这个巴尔地摩这个大桥坍塌了之后 其实已经开始进行这个救援工作 然后政府开始派起这个起重机去这个清理他的这个河岸跟这个港口 那我们跟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巴尔地摩大桥有多重要 那他这个大桥的名字叫Francis Scott Key Bridge 那他其实是以一个人的名字为命名的 Francis Scott Key他其实是美国国歌的这个作者 那巴尔地摩这个大桥在17 18世纪包括是独立战争 美国内战的这个期间就已经是美国最重要的一个军事物资运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港口 那今天呢给大家一点数据 这个马里兰州的这个州长 他是这么评价这个桥的这个坍塌事件 他说这个桥的坍塌是全球性的危机 2023年这个桥和这个港口处理了5230万吨的国际货物 它的价值超过了800亿美元 和这个桥和这个港口相关的美国的就业机会是超过于15万个个人的机会 它可以创造33亿的美国的个人的收入 所以大家由此可以想到这个桥坍塌了之后 他对国际货物对运输以及对巴尔地摩 美国内部的这个经济的这个打击会有多大 那我们接下来来看这个一些这个关于这个桥的这个图片 那这个就是当时这个船他从这个港口出发 然后最后他撞到了这个这个大桥 巴尔地摩的这个大桥上 其实整个过程非常非常的短 因为黑匣子的这个数据告诉我们是说 凌晨1点25分的时候 他们第一次接收了这个警告的这个信号 27分的时候有了这个停电 然后29分的时候这个船就已经撞到了这个一个沉重的这个大桥的这个沉重柱上面 然后这个船呢 他就是挂了一个新加坡旗 然后他叫达利号 那这个事情我就想跟导哥讨论一下 这个我们一开始开头的时候也看到 郭先生一直说这个中共成熟的掌握了牵引技术 而且是全世界可能只有三个国家 然后中共国是其中一个 那牵引技术是江家掌握的 这一次的这个撞船的这个事件和当年郭先生 雷丽妹在这个哈德逊河上面的失控事件 包括过去所有的郭先生出行的这个电梯的这个失控啊 然后这个律师事务所的这个电梯的这个失控啊 是否都是有共产党的这个影子在背后呢 嗯这个这个问题很尖锐啊 那我先讲一下就是今天 其实小飞向前面已经讲了铺垫了很多这个方面的信息 比如说这个港口很重要 那我那我们很多要问 为什么是这个港口这个大桥 对 为什么偏偏这个时候 对 刚才你有提掉了 实际上我再补充一下 就是这个港口的正常的运输百分之七十到八十都是军用物资 嗯 然后第二个就是什么 就是这里边 就我们了解 很多去往乌克兰的物资 哦 也是在这边出去的 所以说那我们就想象一下 自己可以想象 为什么会在这个地方 为什么这个时候 是的 那当然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这个你也提到了 就是过去我们爆料革命都了解都熟悉 而且我们当这个事情发生的时候 我们很多的战友马上就分析 嗯 这一定共产党干的 嗯 为什么呢 因为共产党有这个技术 过去在Ladyman啊 在马航啊 还有在过去的手机啊 电梯啊 等等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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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里面 我们都看到爆料的信息里面 我们都有看到 所以说大家自然而然就会想 另外一个 其实你从除了爆料革命战友以外的群体 你比如说西方人美国人 还有全球的其他一些国家的一些组织 其实大部分的也是这么想的 也是这么猜或者分析也认为是这样 当然可能他们没有没有证据去证明 你就从我们那个 我们有看到一个大V发了一个 过线的一个视频 那帖子的那个浏览量上面 你就可能看出来 我们早播可以放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短短的几天时间 已经将近600万的浏览量 对 而且这里面绝大部分 我看了一下 绝大部分都不是战友 都不是中国人 基本上都是西方世界的人 在传播这个信息 那也就是说大家第一 首先这个这个新闻 它肯定是那个热点新闻 大家非常关注的 为什么这个桥 为什么是这个时候 是吧 到底怎么回事 大家都要弄清楚 是吧 那我们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个信息 就是我们从体制内的 咱们的这个支持者 给我们的情报的信息 非常精确的说 这就是共产党干的 就是共产党用这个牵引技术 在做的这个事情 我们也就是说 它就是一个恐怖袭击 对 就是一个恐怖活动 共产党在美国本土 发动了一场恐怖的 对 就像前面讲的一个 什么黑客 黑了国防部的网站 是 黑黑了这个大桥 或者说黑客了 过去什么火车 或者那这一次 这个这个 撞桥这个 它就是共产党干的这个事情 那么第二个实际上就是 我们还想到 郭健过去也说过了 那这一次可能死伤人数没那么多 但真正造成的影响是很大的 因为它一个是大桥的交通枢纽 对 这是我们经常去DC就知道了 我们去DC基本上都要走这个桥 它是南北 美国东部地区的南北通向的一个主要的主干道 另外一个是对巴尔 因为我当地的它也是一个主干道 所以你这个桥整个直接就断了 断了以后 而且至少四五年之内 它是没法修复的 或者说 都很难去恢复的 那你整个对这一块的交通和 这个整个国家的交通 那是影响巨大 第二个就是 你这一块交通不了的时候 通不了的时候 那就影响了整个港口的这个运输 物资出不来 或者船出不来 进不去 所以说这一块就对整个美国 为什么那个州长说 对全世界都是有影响的 这个一点都不夸张 第二个就是我们就说 你今天能牵引一个船去撞桥 你明天能牵引什么 是吧 能去撞什么 飞机会不会掉下来 是吧 汽车 轮船 电梯 所有的你能想到的 但凡是有信号 有芯片 有天线 通通都可以 因为郭先生过去讲过 郭先生后来 我好像不记得在直播里有讲过 就 那个刘延平 因为他直播里讲 孙力军他们跟他讲了 但我后来我这个 郭先生亲自跟我讲过 刘延平给他电话里就这么说的 我们想让你飞机掉下来就掉下来 随时什么时候想让你掉就什么时候掉 你不要以为你手机不带了就没问题了 只要你的设备里面有可以接进去的接信号 比如说我们很多车子或者是飞机它有收音机是吧 只要你有收音机都行 有天线都可以接进去 所以说共产党是有这个技术的 毫无疑问的 那么后面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 就是我们其实在这个事情发生了以后 其实在看美国各个政府部门还有媒体 在这个反馈 有些人说这个恐怖袭击 有些说有些部门明知道是恐怖袭击 然后不公布 我们在这个地方也给大家一个这个情报 我们也可以证实 美国政府有人 有部分人 有部分的部门是知情的 哦是吗 对 所以这个在这块的这个 巴尔蒂蒙这个事情 我们可以给大家两个情报 来自于中国 这个国内体制内的战友 给我们的这个信息 第一个它就是共产党搞的恐怖活动 利用牵引技术 大家都熟知的牵引技术 第二个就是美国国内有部门有人是知情的 但是不报的 所以您刚刚说的是 美国国内政府内部是有人知道 这个船是由中共的这种牵引技术操控的 并且可以从这个理论上来讲 它就是中共对美国发起的一场恐怖袭击 然后内部的人他知情不报 或者说他不承认 这是一个恐怖袭击的状态 对 当然我们不能 我们没有去确凿的这个情报说 它是先在袭击之前就知道了 但至少说发生了以后 是有部门有人是知道 这个是一个恐怖活动 共产党搞的恐怖活动 但是目前来说 我们没有看到任何官方去 对声明去确认这个信息 对 甚至最早的时候还是有一些新闻出来说 他觉得这个不是这个恐怖袭击事件 最早一开始的时候关于这个桥的事情 那我们有一段就刚刚这个导哥说到这个郭先生曾经在直播当中说了说 孙力经跟他说说这个 他说都是我干的 你没发现你这个电梯到哪儿你都停吗 你到哪儿都停电吗 都是我干的 我们把这个郭先生这一段的这个视频 在这个时候来一直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导播可以把这个孙力军这一段的这个视频 然后全屏地跟大家播放 你们知道我大概几个月前去那个破产的那个律师家 那最大的律师楼 我的人家几层楼 人家几十年没有没发生过 我在我到达楼的时候 巴唧他的几层楼马上停电停了 他那是刷卡进去的 卡进不去 电梯也进不去 就我去很多地方都这样 电梯 大家你们看到那天咱们搞那个六四咱们的国庆 电梯啪啪停在那儿 直接就给停在那儿 我不知道马上队有多少是这种电梯啊 就共产党都有本事真有 然后呢这个孙力军当时跟我说 哎大哥 你没注意到你下哪儿去电梯都给你关了吗 我看到 所以说七哥跟你们说 我知道共产党有啥本事 我也知道能多追 但这事我相信他能做得出来 干得了 就那个哈德顺那个演讲的事 孙力军原话说 你甭说是哈德顺演讲给你干得了 你到美国任何地方你演讲都不行 演讲都不可能 你们还记得当年1120 网剑新闻发布会吗 全世界没人相信我们呢 能真的有证据 一次一次一次又一次 黄河边把他老婆的裤衩晒出来 要是说只要我那开成新闻发布会 他就吃屎 当时的屎诺熊献民 打着个牌子郭贵强奸犯 在对面吆喝 你知道那背后的故事吗 你们知道我们租了几个场地 林肯中心呢 林肯中就在这对面啊 全世界最现代化的 最有实力的艺术中心 我都看完了 书完了 最后一分钟 人家告诉他们说 不能租给你 说我们已经积满了 事实是什么 是海航陈锋主席的哥哥 在那里是董事 给你取消了 在这个地方我再补充一个 就是关于这个Lady Me 大家可能比较熟悉 知道过去发生的这个牵引 当时那个直播里面 郭贵强也讲了 应该是他家人都在上面 包括齐嫂 包括郭美 还有保镖 还有船长 船助手 过去的郭贵强保镖 大家可能都有印象 很多都是前FBI的一些 里面的一些甚至官员 工作人员 那你想在那个时候 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意识到是这个牵引技术 或者说手机被黑客的造成了 很多人懵了 就大部分人都懵了 只有郭贵马上反应过来 把这个手机赶紧拿离开 他就把它用那个防辐射的 那个袋子装起来 装起来以后 然后就送到了那个小船上面 小船然后离开了 开出去二十米以外 然后恢复正常了 那边恢复正常了 但是把那个船一靠近了以后 又不行了 所以说这个也是 你看整个这么多人 包括船长都是水平很高的船长 包括我们这个保镖 所以说大家知道郭贵 因为为什么他有这个概念 知道共产党有这个能力 共产党会干这种下山的事情 是吧 另外一个就是 我还想补充一下 刚才说的这个船 后面我们看到 就是他这个调查的 调查组公告出来的一个信息 就是这些集装箱里面 上面有五十多个集装箱 装了七百六十五吨的威胁 对对对 而且其中有一部分已经泄露了 对 在到已经到河里去了 所以这些信息汇总起来 你就就可以理解 这就是一个有预模的恐怖活动 那导哥五 您一说这个恐袭 我就想到当年的这个 纽约的这个911 尤其是我们后面还看着这个自由女生 还在曼哈顿 那您觉得911当年对美国的这个打击程度 和今天共产党 他在巴尔地摩的这个 对大桥的这个恐怖袭击的这个打击程度 包括他一直以来的这种超限战 他对美国 就是您怎么看历史上两次对美国这种非常重大的这个恐怖袭击 我觉得911当时我国前过去有分享过就是就是因为911 当然911这个对曼哈顿对纽约这个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很多人都是这个家人啊 还有本人尤其是一些消防人员在现场都牺牲了 那么但是长远的影响实际上就造成了什么呢 我记得过去我没有分享过 就造成了就能与人知的信任 然后政府利用这个恐怖袭击 进行对以安全的名义 加大了力度对普通人的这个审查 监控各方面的这个情形 但是这一次完全不一样 这一次非常明确的是一个共产党 整个国家级的对美国发动了这么一个恐怖袭击 因为你过去你说911本拉登等等的这种 它毕竟它就是恐怖组织嘛 但是这一次它是一个国家级的 你看是没有十几个人 但实际上以我的这个理解 它超过在巴尔蒂蒙发那个核武器的影响力 如果说有一天政府美国政府调查 最后确认是我相信美国不可能就拉倒了 或者善罢甘休这个事情绝对是 那导哥您觉得今天因为有这样的这个爆料 或者是来自新中国联邦的这个战友的这种信息的这个确认 那这个事情会未来对于美国对中共的这种制裁也好 或者是反制也好 会加强更多的这种影响跟力度吗 那肯定了 我们就千万别小看了 咱们新中国联邦的情报 包括国前过去爆料的情报 还有315过后国前不在家的时候 新中国联邦依然在持续的在爆料 可以百分之百的说 所有的这些国家部门 军情部门都在关注 都在都在看 前几天我还收到这个律师这个通知 还有你这个直播 所有的你们所有的直播 人家都在看的 都在看的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坚信 就是我们在传播的 当然你首先必须是准确的信息 所以我们这个反复的 你像这个恐怖活动 巴尔蒂蒙这个撞桥恐怖活动 我们是反复的核实 然后最后确认才敢去说 要不然的话 咱不确认 我自己乱说 你不能说的 因为我们当然 我们很多战友 我们自己是没法去验证的 但是美国的这些国家 政府部门 全世界的这些军情部门 它是有渠道去验证的 是吧 政府跟政府之间 它有安排间谍 那其他国家 它也有间谍在中国 它就很多渠道去验证 那人家有几次验证 你这是假的信息 人家下次就不相信你的信息了 所以说我相信对未来制裁也好 或者打击也好 甚至未来的对在美国这些盗国贼 或者说中共的这些利益的剥夺也好 我相信这绝对可以 最有利的一个证据 就证明 我们过去的爆料的准确性 还有证明这次活动 它就是一个恐怖活动 共产党有预谋的 组织了策划的这么一个恐怖活动 对 所以也是郭先生原来 在这个直播里面说 所有发生在郭先生本人身上的 各种各样形式的这种超线战 不管是黑客 案子 各种的这种情况 包括就是这个船发生的这样的情况 当年的Lady Mate 电梯 然后家人的遭遇 是美国了解共产党威胁的最好的圣经 他曾经在直播里面就是这样 但是今天很可惜的是 共产党用了一模一样的技术 真正的对美国发动了这样的一个战争 而且像岛哥刚刚说的是这个其中军事物资的这个运输的改变 然后包括还有很多是送往乌克兰的这样的一个物资 都被这个大桥的这种坍塌所影响到 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因为这个过去的一周其实世界非常的不太平 不是只有美国遭到了袭击 这个亚洲啊 这个俄罗斯啊 都发生了很多的这个事情 那我们看到这个巴基斯坦呢 这个在上周出现了一个对华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袭击 那它发生的是在这个中巴经济走廊的这样的一个项目 然后呢 是13个人遭遇袭击 其中9个人是中国公民 然后我特别还把就是前几年这个巴基斯坦这个中领馆遭袭击的这样的一个新闻也放出来 那看上去就这个当中就让我感觉很困惑啊 因为第一个就是在中共的这个一带一路的这个项目里面 巴基斯坦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样的一个位置 那郭先生过去说这个在巴基斯坦中共还秘密建了P3P4的这样的一个实验室 然后包括中共过去在巴基斯坦投资了超过600多亿美元 那导哥为什么这个时候这个中国人这个在巴基斯坦 而且是处理这种中共跟巴基斯坦项目的这样的一些人 他受到了特别的这样的一个针对跟袭击呢 这个呢 我觉得肯定不是偶然的 这个因为这里面涉及到中国 而且是你关键的看呢 它是涉及到一个是一个大坝是吧 修的这个水坝的这个一个项目的 反正这个等后面的莫斯科这个袭击我们讲完了 我们一起来讲 这个它不是绝对不是这个这个偶然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我们接着往下来看俄罗斯的这个恐袭的这个事件 从今天的这个新闻报道上面来说 这个俄罗斯在这个音乐厅遭到的这个恐袭 已经造成了超过500多个民众的这个受伤的情况 其中死亡人数已经达到了143个人 那这个在国际上的评价是说是俄罗斯20年以来经历的最恐怖的 而且是最严重的一次这个袭击事件 然后呢这个ISIS这个恐怖组织在发生这个事情的这个三天之后 他就认了他说这个是这个伊斯兰的这个恐怖组织干的 然后呢普京虽然说是得到了这个ISIS的声明之后呢 他认为他说这个可能是跟乌克兰有关系 普京认为是美国或者是乌克兰对俄罗斯开启的开动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恐怖的这个袭击 所以这个再加上这个我们刚刚说到这个巴基斯坦的这个问题 然后再加上俄罗斯的这个问题 那还有这个大桥也跟这个乌克兰的这个运输物资有关啊 那长老哥您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这三个恐怖袭击事件当中 俄乌战争是不是一个非常核心的一个对话 或者是不是中共的所有的背后灭美的这个计划 灭白的这个计划 过去的这个军事扩张一带一路 是他真正的这些恐怖袭击活动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 好的我们先看就是刚才你前面提到的那个巴基斯坦的针对中国人呢 实际上也不是第一次发生过多次 但基本上是针对他中共在那边有一些项目 就可能涉及到一带一路的有些项目 然后莫斯科这边的音乐厅的这个大家可以看到了 IS承认了 然后普京说是乌克兰干的 乌克兰总统也说这不是我们干的 实际上咱们可以去想一想 第一个 ISS有没有理由和目的 他要去做这个事情 是吧 乌克兰不会就干 乌克兰真要干他也不至于他不承认 就我们可以想象一下 这背后到底什么原因 谁要去做这个事情 是吧 然后我可以给大家也是这个地方 我们也会也从这个咱们新东联邦内部的体制内的战友得到一些情报 就是说关于这个恐怖活动 包括这个巴基斯坦 包括这个这个莫斯科 背后都是有大国参与 有大国参与 对有大国参与 那当然这个IS人家自己承认了 自己干的什么都有 但是你可以我刚才说 他为什么要去干 理论上我们就说了 你爸干打不着的事情 他为什么要去干这个事情 那我们就说恐怖组织 你去想想 恐怖组织 我们所熟知的这些恐怖组织 哈马斯 胡塞武装 塔利班 包括ISIS 你知道这些恐怖组织 它的背后 它不是一个独立的 它背后都是有大国参与 国家支持 恐怖组织跟我们平时说的说 你比如说 谁看谁不顺眼 你去找一个杀手 去去 那不是一个概念 是吧 你找 你 你 私下来找的 那叫杀手 那叫枪手 但是你有大国支持的这些 你才能真正的 去叫恐怖组织 才搞这些大规模的恐怖组织 才能活到今天 ISIS多长时间了 为什么还能活到今天 塔利班 这个 这个 哈马斯为什么活到今天 因为 中共才支持哈马斯 对 中共才支持这个 这个胡塞武装 所以它才能活到今天 而且活得越来越好 是吧 你像这个 你像这个 俄罗斯 俄罗斯支持的很多的恐怖组织 在哪里 是在非洲 但是ISIS不一样 ISIS的背后 有很 不是一个国家 是很多国家 在背后的支持 当然今天我们不会去说 是哪些国家去支持 但是我 我就想告诉大家 就是 这个事情的背后 两个恐怖活动的背后 都是 有大国在支持 是不止一个大国吗 还是一个大国 肯定不止一个大国 所以有大国在支持 发动了这样的一个恐怖活动 它才是真正可以解释的 那么另外一个 我想跟大家去分享的 就是说 你从巴尔蒂摩这个恐怖活动 到还有莫斯科 还有这个巴基斯坦等等这些 实际上可以 可以这么去 这个总结 总结性的就是 现在的这些几个大国 比如说中俄 美欧 这几个大国 实际上已经进入了 网络上和现实当中的 恐怖战 恐怖战 这是很夸张的 这是过去从来到 再怎么斗 它经济各方面 还没有到这一块 但是进入 目前已经进入了恐怖战 或者也可以理解为 它已经事实上进入了冷战 那么接下来 你将这种恐怖活动 肯定会越来越多 第二个就是什么 这个恐怖战结束以后 会进入什么 就进入了火战 乐战 对 就进入了乐战 那乐战再往后呢 核战 核战争 那那个时候大家可以想象 这个社会是怎么样 而且目前看起来 是不可避免的 往这个方向去走 它只是一个时间的 时间什么时候 会发生到火战 什么时候会发生到核战 那更别说这个过程当中 全球的经济了 那绝对是崩塌了 或者你根本就到不了 那个时候已经崩塌了 你现在中国的经济一大活动 美国的经济也是一样 包括其他的这个 这个全球的经济 表面上看起来 实际上背后都是一大活动 靠这个印钞在支撑 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 那么这个恐怖活动 我可以大家就分享这一点 然后后面我们还可以 回头再来说 但是大家一定记得 按照目前的这个 全球发生的这些事情的 最后的总结就是 目前几个大国 中美俄欧 这几个大国在背后支撑的 实际上已经进入了恐怖战 也就是您说的中美俄欧 世界上比较瞩目的 这样的几个大国 已经相互之间产生了冷战 而冷战的最后会是热战 而且热战之后 也像国宣说的 不可避免的 他会走到一个核战争 也就是真正的世界大战的 这样的一个情况 对 这个后脑稍有点发麻 说完这段话 这个世界很疯狂 这个世界真的很疯狂 也很荒唐 对 你为什么说很荒唐 因为我今天挺激动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的 这么多的恐怖活动 不管是巴奥地摩发生的这个牵引 还是俄乌战的等等这些 都是咱过去爆料 国宣爆料 甚至几年前爆料的信息 没有人在乎 没有人问 也没有人去制裁中国 没有人去处理 或者说调查 到今天 美国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欧洲难道不是吗 包括亚洲的这些国家 难道不是吗 付出了这么沉重的代价 未来还会有更大的代价 但是我们今天想想看 曾经过去爆料出来 以自己的这个 这个肉体生命财富为代价的 这么一个人 今天在MDC呢 够荒唐吧 对 这个世界很疯狂 这个世界真的很疯狂 如果我们看 这个中共国以外的世界 怎么疯狂 其实中共国以内的世界 在上一周也很疯狂 对 我们看一下 和大家分享一下 这过去一周 墙内的一些这个新闻 那其中有一条新闻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 这个是新加坡 博裕资产管理公司 发的这个一个公告 他是这么说 他说我们不幸的宣布 由于反诈中心派出所 等有关部门 不断冻结了 我司三千万的流动资金 导致我司无法正常运转 要这个破产 他说这是一次意外的打击 那大家都知道 这个博裕投资 是这个江家的这个企业 江志成的这个企业 江志成是谁 也是灭爆小组的重大的海外事件的这个总协调人 那导哥这个是他怎么会 这是江家呀 他怎么会被反诈中心跟派出所就弄破产了呢 实际上他呢 我们知道这个博裕资本实际上他原先注册是在香港 后来在这个 签到了新加坡 所以说他在国内关掉了这么一个这个办事处 或者说一个公司 也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多大的影响 但这个事件的事情的影响是很大的 这个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呢 就意味着江家或者说上海帮 或者还可以说金融帮 在中共国现在的这个 没落 处境走下坡路 你像江志成都已经动到他的博裕资本 都那个派出所都没来搞死了 那你想想 现在整个江家 我们其实从现实 从事实上你也看到很多的江家的背景的这些 现任的官员 甚至过去已经退下来的官员 包括这个很多的公司 一些白手套被抓 被判刑等等的这些事件 大家已经感受到 就整个江家过去的布局 这个整个金融帮控制的 这个钱袋子 逐步的已经被这个习近平给干掉了 或者拿过去控制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可以什么上海帮里边 这个上海帮的没落 上海帮的这个资本的没落 也可以说在金融 这个上海金融帮里边 这个整个控制权交出去 所以您的意思就是说江家的整个过去的财富地图 已经今天被洗死黄给掌握了 对 基本上可以说逐步的或者事实上已经被控制了 所以这个事情你说在国内发生的这个 确实这个事情看起来一个小公告 实际上它的意义太大 尤其是对谁 对过去跟着江家的这些体制内的这些人的影响是非常大的 对 过去江家不仅只是上海帮 还有这个复旦帮 各种各种科技的大佬都有 然后这个除了这个博裕资本的这个公告 因为派出所给他弄破产了以外呢 还有一个这个人物是咱们也是很熟悉的 而且是郭先生2021年就提到了 就是刘亚洲 那最近就是传出了一个消息说 这个有传刘亚洲是被判无期徒刑 但大家如果好好看郭先生视频都知道 2021年将近年底的时候 郭先生已经说了刘亚洲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被抓了 而且是很早的时候郭先生就收到消息 然后说刘亚洲知道的时候 还说没事 然后回去也愁是吧 说我又不能自杀 我又不能怎么样 然后也害怕 而且底下抓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人 那导哥我们知道刘亚洲 他是这个李先念的这个女婿 也就是他是女婿帮的 然后当时郭先生的这个视频里呢 他说刘亚洲被抓之前 习近平查了他见了头100号人 最后见了100号人 最后的两号人是很吓人的 一个是曾庆红 一个是王岐山 而且曾庆红王岐山还为他说话 说这个不能抓这个亲属 是吧 不能坏规矩 然后习说 说他是女婿啊 他不是直系亲属啊 是吧 这个那王岐山倒是坐不住了 那我也是女婿啊 是吧 那您跟我们说说 为什么他会这个时间 其实是2021年了 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 把刘亚洲的这个消息给抛出来呢 嗯 这个实际上我们也可以说 就刚才我们在说这个 博裕之本被这个被关了 是一样的道理 这是什么 这是在军队 这是枪杆子 嗯 那刘亚洲的被判刑 被抓被判刑 到今天公布出来 实际上也是意味着 在军队里被彻底的 就是过去反习的 或者说不愿意跟着习的 嗯 跟着江家 跟着这个这个曾庆红他们 王岐山他们 被清洗了 被清洗了 嗯 那刘亚洲你刚才讲的 她实际上是前国家主席的女婿 对 那理论上按照过去 这个中共体制内的 可以抓这个 你是不能动这些人的 对吧 然后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个 这个故事 就关于刘亚洲的 这个故事分享完你就理解了 为什么刘亚洲今天会是这个结果 过去这个 315之前郭先生有跟我讲过 就是刘亚洲当时 习上来以后 他想清洗这个军队 嗯 那清洗军队最大的难点 这个难处理的 就是穿军装的红奥弹 嗯 嗯嗯 刘亚洲他们这些人 有很多像刘云啊 他们这些人都属于穿军装的 红奥弹 习呢有一天就是把他们这帮人 召集在一起 一起吃个饭 喝个小酒什么的 差不多了以后 站起来跟大家说 说我建议 习说的 不是我的 习说我建议你们 把军装就脱掉 然后到时候到地方上面 行政上面给你们 安排个职位 什么布局啊 省级的都没问题 干个几年 然后再回来 再穿军装 现场没有人说话 不敢说 因为大家都知道 你让我脱了军装 到地方 再回来 我怎么回得来啊 现场唯一就是 刘亚洲反对 哦 刘亚洲反对 刘亚洲反对 她说 我不同意 我这个军装 穿在我身上就是 我身份地位的相材 我怎么能脱掉呢 要么你把我免掉 要么你把我抓起来 哦 就发生了这个故事 哇塞 所以你就理解 为什么刘亚洲今天是这个结果呢 回头我再给一个对比人物给你看 刘云 刘云今天有被抓吗 有被调查吗 没有 因为刘云他脱下军装了 哦 真的很有意思 对 其实大部分人都没办法 他也没有那个 但是刘亚洲这个论头期 齐哥过去也说过他 这个以前在军傲代里面 他是很狠很狠的 他看不起习嘛 对 我自己看不起习 对他连王岐山他都看不起 对 所以他是很狠很狠 结果后来他意识到习真要动他的时候 他服软了 他找人说情服软他没用 习一旦下了杀手 杀心的话 你根本收不回来 所以刘亚洲今天的结果是这么来的 你就理解了 我们也可以说 刘亚洲这个事情 意味着军傲代 所谓的军队里面 这个红傲代 他不仅仅是女婿 就是军队里面的红傲代 是他控制枪杆子的最大的阻碍 他要清理掉 那刘亚洲这个事情 可以说 基本上军队里面被清洗的差不多 那这个就和博裕资本的公告 看起来的话 说明洗死黄下手狠狠 对吧 这个而且原来 郭先生视频说 官二代都是喊曾庆红大哥的 说如果喊大哥就是喊曾庆红 没有任何其他人 那 也被这个军队里面 叫杯酒似冰犬 喝个小酒吧 全部交出 对 那这个 这个刚刚导哥说 说这个刘亚洲骨子也是看不起这个习的 对 而郭先生原来视频里面还说 刘亚洲说了中国人的三个邪恶 看看导哥记不记得 他说 郭先生说这刘亚洲是有东西的 他不是这么简单的 他曾经说说中国人有三个邪恶 而说的很深刻 是吗 我自己也没有印象 我从第一集终于又扛到大哥一下 我也开心一下 开玩笑 那刘亚洲当时说的是说 说这个中国人没有不吃的东西 什么东西都吃 破坏这个大自然 然后呢 他说这个永远是傻子 骗子统治中国人当官 然后就中国人永远被这个傻子 骗子去愚弄 而且是暴徒当官 然后他第三个他就说说这个没有信仰 中国人这个没有信仰 那他这个其实说的是很直接 然后当时的这个郭先生这个视频 大家回去看 还说说当年习是要许诺他要做一个 好像是说国防部部长 还是什么样的一个这个很高的职位 最后没给他弄 然后他就去投靠这个王岐山跟曾庆红了 然后就到今天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不过是2021年就郭先生就说了 所以今天拿出来 再加上这个博裕资本的这个事情 连起来看 确实这个国内这个洗死黄的清洗的动作 是变得越来的越明显了 对 说到刘雅泽别忘了秦辉也是跟着他 哦 是我们知道的天上人间的秦辉吗 对啊 现在在MDC的秦辉 秦辉他的背景你还记得吗 他也是李先生那家族 他是对对对 因为过去那个天上人间昆仑饭店都是情报机构的这个地方 对 因为秦辉的前妻嘛 他也是李先生那家族是子女还是什么 对 当然他也是跟着这个刘雅泽呢 所以 一个无期 传说无期一个一个在MDC MDC 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 那讲了这个博裕资本 讲了这个刘雅泽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洗死黄他最近在干嘛 那上周呢 洗死黄在这个北京 他就是会面了这个美国美中之间的这些企业的一些高管 那我们片头的时候大家也看到见了这个黑石对吧 见了这个苏世民 然后见了这个FedEx的这个创始人 那这很有意思啊 我把这个中共过去的一些经济的这个跟美国相关的这个活动梳理了一下 首先呢 这个是蔡奇先见的这个苏世民 在25号的这个时候蔡奇先见的苏世民 然后呢24号到25号中国就有这个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了 然后这个论坛当中很多新闻都在说这个李强作为这个总理 因为这是一个国务院主办的一个活动啊 李强作为总理他就没有出现 然后呢这个Tim Cook就出来讲话 说这个中国的供应链对我们苹果很重要啊 苹果的成功离不开这个供应链啊 然后27号习近平见了这么多的这个企业的这个高管 其中还有一个哈佛教授他叫Graham Allison 那这个教授说了一个很舔共的话 他说我是习近平认真的读者 我一直研究他的这个习思想 然后26号到29号呢 中国就在开这个博鳌亚洲论坛了 然后在这个里面潘基文又说了一个话 他说全球危机迫使我们在一条船上 已经没有别的选择了 我们只能往一个方向滑 那这些话都这个很有意思啊 那导哥你怎么看在这个时间 这个习近平开始要这个建很多的这个高管 然后呢准备开始要 好像要这个去重新拉拢这个外资也好啊 然后想要驱动未来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经济啊 那我先把话筒交给您 这个我们看这个导播在放这个视频 大家可能有了解 这个是西方世界最近 这个在传播的CNBC有一个分享 他实际上他这个是记者采访了 参加跟习近平见面的一个CEO 当时说了一句话 现在在西方世界传播的很厉害 很多就是 Business is still terrible 是吧 也就是说现场的人 他已经深刻的感受到 你来骗你已经骗不断了 因为你根本就没有改变 你的体制也没改变 你的政策也没改变 你来想把我们哄过来 钱哄过来不可能 所以说实际上结果 它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 是吧 大家因为都知道 你现在这个经济 国内的经济政策各方面是一大不处 然后把这个钱骗进来 或者把人骗进来 最后你在用什么国安法 在用什么这个间谍法 你在把人扣在这边 所以我相信实际上是没什么 没什么那个 包括你说布奥仁塔也好 还有这个 还会见了荷兰首相 对 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得到 这个国家队 习带头的国家队出来 招商引资 但实质结果不好 或者说更大的这个副作用 可以 大家可以从各界 从西方世界的反应来看 都能看得出来 对 对 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就是在这个 习跟大家在讲 这里面呢 有这个CEO有反馈过来 我看那个记者采访的时候 他还是在强调第一个什么呢 就是国营企业 对 他还强调国营企业 他永远都看不起私营企业 然后 因为国营企业 我们都知道它的背景是什么 背后就是这些家族嘛 就是那些这个 中南坑的几百个家族 对吧 私营企业 包括我们过去 包括我们现在的国内的 还有很多的这些事情 大家一定要清楚 抓到这些点 是你想在国内有 有好日子过是不可能的 人家根本就不把你当回事 是吧 事情解第二个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这个 在这个 他们这个交流当中 也强调了说这个 我们知道现在这个经济是有问题 但是我们自己知道怎么去解决 所以也就是告诉你 你别提意见了 提啥意见没用 我们自己共产党有共产党自己的解决方法 那你当场的这些 现场的这些CEO们 这些西方的这些高管们 他我相信他们能理解 这话的意义是什么 是吧 他不会用正常的市场化的 这个国际化的按规则的去 去这个发展经济 而是完全是按照政治的最高的 这个这个优先去处理这些经济问题 那你想这个经济怎么可能好 是吧 所以说大家回头 我相信这个整个活动 这个接见啊 这个博奥伦台 包括听说博奥伦台 来了就是来了三四个小国的 小兄弟 对小兄弟来撑一下场 就知道整个全世界 对中共现在的这种脱钩 嘴上不说实际上都在做 都在干 因为大家也都意识到 你不脱钩 不把共产党这个集权体制 这种没有市场化的 这个没有不守规则的这么一个体制 给清除掉的话 你不可能在这个 中共国真正的能得到这种 你计划的想象的这种市场化的利益 是吧 所以没有任何的可能性 说给中共国输入更多的钱 或者说更多的这个投资进去 是的 导哥刚刚说到这个记者 她其实是CNBC非常资深的一个女记者 导播可以 我们把她的这个推特拿出来 可以看很有意思 而且她发的这个很及时 她还说 一开始是说这个business is terrible 然后呢她还说 她说这个 这个参会的这个CEO 还说说 为这个 你看生意仍然很糟糕啊 这个这个参会的CEO 说对这个经济的信心非常低 她一共发了9条的推 我们只把这个当中比较有趣的 她说 同时习还专门说了 说这个台湾是个红线 她说中国不干涉其他国家 所以 她说其他国家也不能干涉中国 然后她说核战争是会毁灭人类的 又是威胁 又是在威胁 然后就像刚刚导哥说的 从冷战演变到热战 最后这个核战争的这个感觉 这个跃跃欲试的这个感觉 而且她还说了一个什么话 她说中国的治理体系不会改变 她在这个中美这个经济的 这样的一个论坛上面 仿佛也是在说说 你们不要觉得共产党会倒台 是吧 这个治理体系不会改变 所以 这个很有趣 就像导哥说的 整个西方的这个市场 对这个习近平的这个接见的这个 反而是更加加速说 整个世界去了解中共国的 这样的一个威胁的一个情况 对 我还想分享这里边 就是这次接见你刚才没提到的 有一个人 也在里边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叫艾文格林伯格 他是安达保险的这个CEO 他的父亲也是创建了这个安达保险 现在应该是他儿子在做这个CEO 那么这个人为什么特别呢 我们过去知道就是很多类似的这种中美的企业的活动 是有一个很有威望的人去推动 基金河 对过去我们想的基金河 基金河死了吗 那当然有人去做 他的身边的人 对对对对 所以说我们为什么提这个人 就是这个人他这次这个习跟这些高管 美国这个所谓的企业高管CEO 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战略的学者 还是什么就见面 实际上有这么一个人在推动的 那这个人实际上他的家族 包括他父亲莫里斯格林伯格 跟习的关系是很好的 就他在后面在推动 就像类似于过去的基金河在推动 也就是说他们成了现在中共的老朋友了 所以大家要知道这里边背后是有故事的 这个很有趣 确实这个也是有在一些报道上看过 说基金河的好朋友 也是在这个代表团这个当中 那除了这个习他要见这个中美之间的 这样的企业的高管 包括基金河的这个朋友之间呢 还有一个新闻呢 虽然不是最近的 但是日子也快到了 就是前一阵的时间呢 有传说习近平计划要在五月初的时候 他要去访问法国 因为今年是这个法中建交的这个六十周年 而且呢从2018年开始呢 马克龙就是有向世界保证 他说我以后我每年我都会来中国的 但是2024年到现在啊 他还没有对外去公布 说他到底会不会今年还来这个中国 去年呢 2023年的时候 他是在4月份的时候 他就访华了 那导哥那现在离这个五月初 其实也就一个月多一点点的这个时间 那习近平这次访问法国又会有什么玄机呢 这个说这个出访 习近平出访呢 我们在这个地方跟大家 其实我们也有情报 关于他的出访的一些计划 这里边先补充一个 实际上 我们了解到习这个普京因为当选了以后 普京刚刚当选嘛 再次当选 再次当选了以后 他的计划第一站访问 是访问中国 目前我们了解的 他是计划五月份要访问中国 那有关于这个习要出访法国 实际上跟大家去讲 他不仅仅要访问法国 他会访问很多国家 我们今天可以给大家透露一下 未来可以验证一下 就我们情报了解 他要出访的国家 包括法国 包括哈萨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 西班牙 甚至包括 据了解有南美的部分国家 应该我记得有秘鲁 对 所以这里边可能还有几个国家 我不太记得了 就是他这个出访计划 他目前公布的是只有一个 但实际上他有好几个 但我们想跟大家讲 重点不是他要访问这些国家 这个访问国家的计划 未来大家都可能会看到 我们要说他去干什么 他目的是什么 另外还有一个就是 最近期他中共 这个习近平他要组织 一系列的峰会 包括中安峰会 阿拉伯国家的峰会 台湾国家的跟中国的峰会 目的是跟这些出访是一样的 都是为攻打台湾做准备 做补典 所以您刚刚说的 我们得到的情报是 最近要展开的各种中国的 比如说中安峰会等等的峰会 和五月份的计划 习计划访问一系列的国家 它的核心的是为了攻台 所有的这些行程 核心是为了攻台 第一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为攻台做准备做铺垫 第二是什么 为了经济崩塌做准备 我们说的这个经济崩塌 就全球经济 不仅仅是中共 中共肯定显然习近平是非常清楚 中共的经济是怎么样的 全球经济也会崩塌 所以他们也 习近平也在做这个方面的准备 所以他会跟阿拉伯国家 中东 海湾国家 这些石油的这些资源 然后跟南美的 跟欧洲的这几个主要的国家 就出访要做这些准备 然后另外一个补充一下 全球经济崩塌 不仅仅是习在做准备 全世界都在做准备 美国也在做准备 实际上就我们了解 美国一年前做 已经在做准备了 全球经济崩塌 所以大家不要看表面上面 好像经济好像很 很很很很红火 实际上不是 那按照您说的 如果他的峰会 包括他的访问是和公台 包括经济崩塌相关的话 那可不可以理解 他选择的这些行程地 或者是他选择交流的这些国家 和人民币的这种扩张 或者说国际人民币的结算 数字人民币的结算 以及在这些国家 曾经中共所实施的这种军事网络 或者是军事设施 或者是生物实验室都会相关呢 肯定有 要不然他怎么不选其他国家呢 他怎么不选英国 他怎么不选美国 不选其他国家 就是这些国家 跟中共之间 还是有很多的 各方面的合作 他在这种经济崩塌 在台湾的 这个攻打台湾的时候 他肯定是能争取的 得到他们的这个支持 所以为什么说 他要选这几个国家 然后要再为这个攻台做准备 看来这个冷战 往热战的这个趋势 是步步紧逼 而且可能好像 会比想象当中要更快速一点 另外我们上次说的 这一切的事情 都发生在什么事件之后 普京再次当选之后 所以邪恶轴心国一直在工作 步步为营 每一步都是有计划的 那新中国联邦有什么展望呢 在这些邪恶轴心国的 步步紧逼的情况之下 包括就是郭先生 原来说到 这个关于俄罗斯的这个解体 未来中共参与的这个俄乌战争 这个核战争的这种出现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新中国联邦会扮演一个 什么样的角色 咱们肯定不可能 冲到前线去去打仗 或者说核战争这些 我们没必要 我相信郭先生也不希望我们这样 但是我们做 我们能做的事情很多 比如说我们情报 我们可以给这个 这个正义的一方 我们有很多的支持配合 只要愿意一起去灭共 那我们都可以去做 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 我们可以宣传 可以这个情报资源 可以在很多经济各方面 可以去给予一些支持 是吧 但是咱们 当这个真正中共跟全世界开战的时候 我们不需要冲到前面去 是吧 对 郭先生说打扫战场的 才是最后的这个赢家 对 最后我们是赢家 对 那我们本周的差不多新闻 我们和大家分享到这边 那上周其实我们做完节目的时候 然后这个郭先生的这个刑事庭的这个文件 就更新了 所以上周有三份的这个刑事庭的文件 没有和大家分享 然后这一周呢 这个刑事庭又出现了一份新的文件 所以今天其实一共有四份文件 那我们简单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 最近的这个一些状况 那首先是250号文件 它是在3月22号的时候 发布在这个刑事庭的这个Docket当中 那其实它主要的意思呢 就是说法官下令 这个有关于郭先生之前提出的 再次终止破产案的这个动议 他这个做出了一个拒绝的这样的一个决定 那决定的这个原因呢 他有提到他的这个法律的论点是说 尤其是让这种复议的这个情况之下 通常你只有大量的这个干预性的这个变化的发生 或者是你有很多可以用的新的证据 或者是你要纠正明显的错误 那政府才会去改变他过去的这样的一个 这个法令或者是决定 然后这个其中他有一个奥妙 他写到他说他认为这个法官啊 他认为他说刑事庭和破产庭 它是不冲突的或者说它是不重叠的 然后他说刑事庭当中 比方说像共产党攻击郭先生 或者像共产党攻击这个爆料革命 新中国联邦这个是刑事庭特有的 他尽管他是一个关于这个破产案的东西 他又把中共包括猎狐行动 包括中共怎么去攻击郭先生 攻击新中国联邦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议题 又再次提出来了 所以这个非常有意思 那我们看251号文件呢 他是雁平女士的律师 然后来提出的一个 也就是说雁平女士提出要 曾经提出要要求政府去给他提供一份 这个详细情况的这个清单 然后并且呢要求要把雁平女士和郭先生的这个审判要分开 然后对这个他当时在曼哈顿公寓所搜查到的这个证据 以及他在曼哈顿公寓被捕之后所做出的声明 进行一个压制的这样的一个处理 那法官当时给出了一系列的这个理由 那最后的决定呢是说有关于所有的雁平女士的这个动议的这个部分 那第一个就是这个详细的这个清单 他需要在规定的这个时间里面这个发放给这个雁平女士 然后呢有关于这个分开庭审的这一部分是做了一个拒绝 因为通常是像这样比较大的案子 他的这个审判也是联合审判的 然后最后呢他说有关于这个压制这个被捕后的这个声明 将会在这个4月9号上午的11点举行这样的一个听证会 所以这一份的这个文件还是可以感受得到 就是在这个庭审之前有很多法律上的这样的一个细节 包括你对证据的采用 包括你对这个当事人声明的这个采用 当中有很多玄妙的地方双方在进行这个博弈 那我们看一下上周还有一份文件是252号 提到了我们之前讲到这个猎狐行动 讲到共产党怎么攻击新中国联邦的时候 他在他的这个footnote里面他曾经提到一条 他说有关于政府的这个机密信息程序法 英文叫SIPA 然后呢政府呢就通知了这个法庭 他说有关于这个SIPA的这个法案和联邦行事诉讼的这个规则 政府向法院递交了这个单方面的机密的这样的一份材料 也就是说我们目前还不知道这个机密的材料是 关于什么样的内容的 我们不知道它是关于共产党迫害郭先生 或者迫害艳平女士呢 还是一些更高级的这个国家情报的这样的一些内容 那这一周我们看到的一个刑事庭的这个文件呢 就是也是来自于艳平女士的律师的 那他就写给了法官 他说他有三个这样的特别的要求 那第一个特别要求呢 是说需要让政府设定一个检方完成这个材料 或者是证据产出的这样的一个期限 然后第二个呢 他要求这个政府要亲手将证据送到MDC 也就是送到艳平女士的这个手中 确保他在庭审之前公平的得到这些材料 可以准备这个审判 第三个他说禁止政府这个不得将涉及到被告的这个通讯 或者是被告的照片指定成只有律师可以查看 那在这个当中呢 第一个律师就写了 他说他希望是4月10号 也就是距离庭审的这个40天之前 政府就要完成联邦刑事规则的这个16号相关的这个调查 那他说的是说 在这个2024年1月份的时候 政府呢 口头的向这个艳平女士的辩护律师保证 所有的有关于这种证据啊 文件啊这样的产出已经基本上完成了 但是呢 这个艳平女士的这个律师他说 他们可以观察到政府还是持续的在搜集这样的证据 或者持续的在产出这样的材料 甚至是一天好几次 然后在3月6号到19号的期间 政府就公布了将近50 这个将近这个50万页的这样的一个发现 而且其中只有2%是这个 他对于这个猎狐行动有关的这个回应 那另外呢 他说这个 呃呃 法院要下令这个要求 让这个政府亲手把这个 这些材料交给MDC 然后由MDC的工作人员交给这个被告 那艳平女士的律师提到过去发生了一个事情 就是说过去呢 在这个2024年的这个2月份的时候呢 这个律师就是和政府联系 说能不能把他们找到的搜搜集的这样的一些文件的这个production 送到MDC送给这个艳平女士 然后呃 政府的回答说是呃 会安排一个硬盘 然后呢送到MDC去 然后呢 这个3月9号的时候 其实政府才向这个这个硬盘里面上传这个资料 最后呢 南区法院说这个虽然提供了这个硬盘给到他们 但是MDC内部说我们一直在找这个硬盘 也就是说从艳平女士二月份的时候 当时提出说需要这样一个硬盘 把这些材料送到艳平女士的手上 让她准备庭审 五周以后 这个艳平女士本人仍然没有收到这一些材料相关的这个硬盘 那这个就是呃 律师提出这个请求或者是呃 的这样的一个依据 然后第三个她说涉及被告的这个通讯记录和照片不能只是指定成仅限于律师可见 那她当中提出说这个仅限于律师可见呢 就意味着很多的材料 被告本人是看不到的 那在法律法规上面呢 来说目前的这个材料 艳平女士的律师认为它是不符合过去的这个法律标准的 并且辩护方对这个政府的材料审查当中仍然在持续 所以呃综上所述 那么艳平女士的律师就向这个法庭提出了这个三个请求 希望法院可以下达一个法令来呃 呃来做出这样的一个回应 呃那所以呃 呃导哥我们看到就是基本上来说过去的这个四份文件吧 除了有一份是和郭先生的这个破产案呃相关的 呃那其实其余的呃 呃两份都是和艳平女士这一边的这个辩护或者是这个呃博弈这样的一个情况呃 呃强相关的一个这个文件 那这里头可能很多战友会有一个迷思就是咱们上周还说哎这个破产品的 陆克他主动申请要暂停这个两个程序 那那这个同时呢这个法官这里的法官又说说我不同意郭先生说这个暂停这个破产案的这个动议 那我们怎么来呃我们怎么来分析或者我们来怎么来理解这种一个提出了暂停 然后这里的法官又说不暂停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嗯这个你这个正是我要说的就是很多战友可能也迷惑了然后觉得这怎么回事呢 实际上大家在刑事庭上面看到是被拒了 反而被拒了 但是你看时间点是什么时候 他是在破产庭stay之后 然后他说了决定 那我们反过来这么想 如果你没有在刑事庭持续地提出 这个破产案的stay的动议 因为我不止一次地提出 对不对 没有这个行为的时候 你想象破产庭会停 所以大家一定要去理解这个逻辑关系 那我们可以用我个人可以这么去想 那刑事庭提出这样的动议 不是起到一个敲三正虎的作用吗 最后我们不是达到目的了吗 所以说我们不能说每一次 他律师提出来的动议是没有 即使被否了它也是有作用的 为什么还有一个我们过去也提过的 就这些动议不管你是否被确认 还是被否决 它都是一个法庭文件的记录 未来的这个陪审员 庭审的这陪审员 他看的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 这个法庭的提交的文件 过去的动议啊 判决的结果啊等等的这些 还有大家双方提交的这些证据啊 这些都会是为了陪审员 所要了解整个案子情况的来源 所以我们千万别小看了这些文件 哪怕被否论 这些文件都是很有作用的 另外一个我要跟大家去分享一个 就是大家可能看最后一个文件 最新的这个文件里面有提到 说50万份文件 其中有20%关于猎狐方面的 过去其实我们有在 有说23判决结束了以后 实际上要求是在14天之内 是要把这些文件披露出来的吗 为什么没有披露 因为这些东西不能披露给我们 实际上是披露给当事人的 你看这个燕平这边就确认了 他已经收到了一部分了 所以我们大家就知道 那个法庭判决了以后呢 政府是在做这些事情的 只是这些东西他不能公开 因为猎狐行动它涉及到很多国家安全的一些机密信息嘛 所以说这个我们就了解到啊 这个判决了以后是已经在执行了 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要分享的就是那个 这个整个案子的这个进展 然后我们要去跟然后去了解 然后还有一个这里边有一些我们能看到的像公开的文件 有一些呢是保密的 还记得前面有两个都是保密的 密封的一些文件 那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这些文件 它不能公开 它一定是涉及到一些机密 涉及到不能公开的 可能涉及到比如说猎狐行动的一些披露的信息 比如说有可能涉及到就国家机密的这些信息 涉及到郭县过去有可能参与的一些重要的这些信息单不能披露 所以我的理解我的猜测就是像这些密封的这些 尤其是在这个时候 这个发出来的很多应该是对郭县这边是有利的一些一些文件 对反正大家这个拭目以待 未来我相信在这个整个庭审上面很多东西都会披露出来 所以我们大家就持续的去关注 有一些是我们可能从字面上很多就可以理解的 有一些我们可能还需要时间需要继续去看后面的一些判决也好 或者说一些更多的文件出来去了解一些细节 大家要知道50万页的2%并不少 50万页的2%是1万页 这是很多很多的有关于猎狐行动的材料 而且我们刚刚为什么说把那个黑客的那个诉状 然后大家其实可以去找那个司法部的网站上是有诉状的 也是来自东西 就是和我们当时看这个912这个灭爆小组对吧 白岸纽约东区的这个白岸都是来自于这个东区 他所有的都是共产党当时的这个整个的计划 黑客的所有的当中他也提到 他是针对于中共国的这个意见人士的这个网络攻击 他们也参与到 然后包括美国的这个国防 美国的军事 美国的航空航天的这个企业公司都有涉及到 所以这个对这个是导播拿出来的 而且他是1月30号也就是和我们当时看白案是一样的 就很早就起诉了 但是直到最近才慢慢的把这一些这个资料发在这个司法部的这个网页上面 所以这个还是有很多的这个法律上的这个玄妙之处 大家可以去细细的这个评论 那导哥我们目前离这个庭审也就是差不多一个月半多一点点的这样的一个时间了 那我们可不可以说就是联盟这边是不是已经开始组织也好 或者是让大家有序的了解到到时候如何配合联盟这边一起来去看这个庭审啊 来去了解到郭先生之后的一个庭审的一个进展 那这一部分联盟这一周有没有什么要和大家分享的 对我就就你刚才提的这个呢 我们应该这个礼拜联盟立会会去探讨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就是本事出发点是好的 就是大家组织协调一下 然后这个让更多的人尤其是一些长途宝舍过来 甚至有海外飞过来的到这边以后能参与 但是如果说没有一个协助的话协调的话 有可能会造成就很多人来了以后进不去看不到 然后也不能及时了解的一些信息 但是这里面呢也会涉及到一些法律的一些规则 就像我们最近有看到在网络上面在盖这个这个平台上面 有一些战友在传说 这个联盟说这个去参加庭审还要注册还要登记才能去 然后跟律师那边去反映 那实际上我们从来没有说你必须要去住在哪里去注册才能参与庭审 我们一直在说说你只要是在美国的合法的在这边这个居民公民什么 你都是可以去的 你不需要去注册登记 只要进去以后这个守规则 这个法庭的规则就可以 但是就是因为报道革命新东方联邦的特殊性 就是我们关注这个案子的咱们战友人太多 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没有整个一个协调或者帮助的话 联盟在这个服务的话 那有可能很多人都会到这边然后最后也进不去 所以我们在这边还会跟联盟内部去协商 然后也会咨询律师跟律师那边沟通 看怎么样联盟在中间能起到一个服务 一个协助的作用 能让咱们关注过去的案子 能参与这个庭审的很多的战友能来了以后 能有序的去参与进去 当然我们也会跟大家从律师这边了解一些信息 比如说参加庭审一些规则呀 一些注意的事项啊 我们也跟来现场的这些战友也提前说 因为咱们是来了以后 是代表这个新东方联邦的这个形象 我们不能自己不守规矩是吧 这个形象穿轴啊 然后在法庭的这个言论啊等等各方面 我们一定要注意 当然据未来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形式 联盟能参与进去 来服务好那个来参与庭审的这些战友 我们等这个联盟立会 以及跟这个律师沟通以后 我们来再通知大家告诉大家 因为我们马上就到了这个4月9号庭审的 这个变频的这个庭审 我们可能就会从这个庭审开始去操作起来 看服务起来 看怎么样做得更好吧 但是绝对大家一定记得不要去 这个有一些人带着这个这个带着目的去宣传 我们从来没说必须在哪里注册才能去参与庭审 联盟只是希望能更有序的去协助服务大家去 能能更好的去参与这个庭审这个事情 绝对不是说一定要注册参与去 这个绝对是误传 好的那可以想象到 不管是4月9号还是即将到来的这个5月20号 那肯定办公室这边也会应该会相应的接待 很多战友来参观 包括邀请到大家来这边直播对吧 对对对那肯定会 就是这个我们之前还说了 这个总部的办公室直播室这边 随时欢迎大家来 哪怕不是520之前来都可以 但是我们都是要守规则 就是在联盟内部我们是通过各农场 然后跟这个联盟这边来对接填表 然后确认时间 然后确认人员这一块 因为这也是在一个这个办公楼里面 我们也要守规则 也要按照这个大楼的一些规则 做一些接待和人员的这个信息的交换 因为大楼它也大家知道在巴巴顿很多它是要预约 提前预约你提前24小时要报备你明天是有多少人过来 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活动等等的 所以大家希望这个遵守这个规则 这样也方便我们这边更好的接待 因为你能源多跟少 那这边总部这边准备一些物资也得要准备好 对吧 这是一个彼此尊重的一个过程 因为也希望大家来都这个吃得开心 然后在这里直播也能很开心 然后有这个足够的这个接待的战友 然后一起来跟大家享受这个和这个自由女神 然后跟大家一起交流的这样的一个时光 那导哥我看到就是昨天呢 就是郭美他发了一个盖特 他说由于这个MDC最近在lockdown 所以呢他们没有办法去做这个家人的这样的一个见面 但是他希望呢战友们放心 说这个郭先生很好 而且一直都有跟律师这个每天都有在交流 关于法律啊案件 而且说这个律师非常佩服郭先生的这个战斗力 那上一周这边您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郭先生的进展 可以跟战友们分享 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的 因为郭美也盖委员也说了 其实他那个MDC应该是lockdown 对 lockdown发这个可能内部发生的一些事情吧 据说有可能是有打架还是什么的 然后整个lockdown lockdown也是social家人也不能见面 那只有律师可以去见面 那我们这边了解过来 郭先生的整个精神状态啊 然后使这个整个的这个生活各方面都正常 大家过去了解的都差不多没什么变化 那更多的时间大家看到了这动不动50万 万一还是多少万一这都是要过的都是要看的 而且越是最后大家知道越是最后越有更多的重要的内容 会披露出来 政府会给这个郭先生跟彦平 所以他们在最后这个一个多月时间里 绝对是绝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看文件 因为这也是人家的一个策略 人家肯定是把最重要的很核心的一些 或者是大量的这些事在最后时间给你 是一个策略 是吧 这个我们也可以理解 没什么 那咱们原告这一方 有一些证据 有些也有可能是放到最后才递交 因为在一般来说据我了解在庭审前一个月的时候 双方的这些资料能证据啊 证能啊都必须要交换 所以说最后你想象一下 最后这个十几天时间二十天时间 那海量的信息他们要去看要去过 还得要健身还得唱歌还得学英文 所以可以想象每天的这个生活是多这个 多多丰富多充实 没有时间去去去去那个 像里边的很多人可能每天无所事事 是吧 他过去一天下来 那整个从头从早忙到晚 那另外还有个就是 艳瓶那边其实也差不多 大家也可以想象就是 他们在法律这一块很多东西都是一样的 都是一致的 文件也是同步的 所以他也是需要需要 每天很长的时间在这个 跟律师见面 自己看文件 但这个他好一点 他自己可以直接看国县有时候有一些还是需要律师 需要这个需要翻译 那其他的没什么特别的 就是在这个国县这一块 然后联盟这一块也没什么 这正常我们这个星期 过去一个星期 大家在宣传 在农场服务 在联盟这一块的各方面的组织都正常 然后在这个我们接下来周末 我们还有联盟的例会 然后跟各农场协调 看一下有没有什么需要协助的各方面的 就是正常化的进行 然后我们也会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 在筹划如何去在这个庭审到来之前做好准备 怎么样去宣传报道 有关庭审有关案件的一些 一些这个发生的一些事情 庭审这个现场一些 一些文件也好案情也好 我们会做这方面的准备 当然如果说像我们也有很多的战友 目前在分析案情 分析这个做得非常好的 我们希望到时候我们跟联盟一起配合 在整体我们协调 然后还有很多信息 我们也希望整个这个联盟内部就同步 就大家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个大家好去做一些宣传 然后再做成各种其他的文字的 文字方式的去做宣传 多平台的去做宣传 是吧 对其他的没有 然后在这个地方还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们这个导播意外的 意外的这个偶然就测试了一下 咱们的这个 不是咱们的 是自由女神到MDC的距离 可以看得到吗 那个距离 有分像看到吗 对 那个长度 4,689.64米 对 最后来个八九六四 对 很巧吧 对 对 这个我们不知道这里面有什么 有什么这个 肯定是天意 天意对啊 但是这个纯粹这偶然是出来的 但是我们大家看到了 我们过去说的这个 三角型MDC到我们的办公室 然后到自由女神 这个三角 而且我们在办公室 在总部这边是可以看到MDC 也当然是可以看到这位女神 对 这是一个我们审选的地方 然后还有一个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在这个 我们上个礼拜还有个新闻没说就是Sam 那个FTX是吧 这个没有跟大家分享导播可以棒一下 就是这个FTX的这个创始人 这个Sam 这个Freeman 他这个刑期被宣判了 也就是25年 这是很长的一个刑期啊 对于对于他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说 但是我看了这个新闻呢 我就有一个疑惑 就是首先25年的监狱生涯 对任何一个人来说是非常非常漫长的 那像他这样的人来说 因为郭先生一直说过 FTX一定会完断 一定会消失 赵长鹏一定会完蛋 对 他能活得过这个25年的这个新期吗 会不会有意外的事情 或者是有不好的人 对他有一些企图跟想法 在他的这个25年当中呢 这个问得很好 你说25年很长 实际上对他的整个这个案情来说 我觉得很太短了 理论上来说他应该不止这个25年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关于Sam这个实际上 我们过去直播里面提掉了 他在MDC也跟郭先生有见过面 是吧 我们要了解的 那实际上在315之前 当时赵长鹏被调查 B&M被调查的时候 郭先生就有说过 这个Sam一定会被抓 因为他跟赵长鹏是有关联的 他们过去有合作 被抓 被定罪 就郭先生之前就说 一定会被抓 一定会被定罪 但是还有一句 他还说了 定罪之后 一定会被 一定会被什么 他定罪了以后他想出来 会被 会被做掉吗 不是吧 会被豁免 会被豁免 当然这个我们 我只是 郭先生说的 但是事实上会不会发生 我们只能看 未来的发生 未来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您是说 这个FTX的这个创始人 他会被豁免 对 郭先生过去有说过 但我也不理解为什么他会被豁免 但我们就不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个沼泽地的力量太大 咱们搞不清楚是吧 郭先生 对 郭先生有预料过 我们就看未来会不会发生吧 因为被豁免的这个 这个等级就很高了 是吧 OK 然后另外还跟大家分享 我们跟之前一样的 我们今天也跟大家分享一个 郭先生过去的这个趣事 先给大家放一个视频 很有趣的娱乐性的这个视频 完了也我们给大家来分享 好 导播来放一个 小飞向都没看过的这个视频 呵呵 啊 小飞向都没看过 助理 好 最后 大飞向都没看过 好 大飞向都没看不见 好 好 这样 好 就是 再不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自己被干掉了 被什么干掉了 蜜蜂吗 对 一群小蜜蜂 好 为什么有这个视频的素材呢 我跟大家讲 这是郭县过去跟我讲过的 就是他以前在国内的时候 被邀请 被军方邀请到西山 北京的西山军事地地 去看一个视频 看一个视频是什么呢 叫中美的较量 中美的较量 中美的较量 这个视频 给他看的这个视频里面的素材的内容 就是刚才这个 一开场就是泰森 把两个中国人三下两下就给他打倒了 但是 当泰森在得意忘形的时候 来了五六个小蜜蜂 围着他在转 在嗡嗡的在叫 然后他就要挥钱 要打那个蜜蜂 结果来了更多的蜜蜂 几百只蜜蜂 然后最后 就把泰森给干掉了 你能理解这个情节 中美的较量 好有意思 对吧 这就是过去过去讲过的 然后事实上也发生了 现在的中国跟美国难道不就这样吗 嗯 你泰森多强啊 那全 全机械 谁能打得过他 美国不是一样吗 世界的霸权 那今天被中共渗透的 靠几只小蜜蜂就把你干掉了 对不对 完全两种意识形态 对于战争和战斗的那种理解 是完全是两种意识形态 对 所以说大家可以想象 在几十年前 共产党的计划就已经有了 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实施的 派几个间谍 蛇燕子 是吧 美女芳芳 等等的 然后再来渗透你的政治 你的经济 你的教育等等 他根本不用跟你打拳 他打拳就相当于 咱们普通的中国人 是吧 跟泰森去打 你肯定打不过他 但是中国有无数的小蜜蜂 所以给大家来分享这个故事 当然这里边 当时在看这个视频里面 还有这个气球 在几十年前 他们已经筹计划就是用气球 放了很多的气球 这个气球上面带着摄像头 带着攻击性武器 带着化学的这个 化学武器 带着这个病毒 然后漂到全世界 漂到台湾 漂到全世界 事实上 你在几十年后不就发生了吗 台湾气球来了 美国气球来了 所以大家就知道 共产党这些 今天发生的这些计划 它都是有预模的 早就已经计划好了 而且是全方位的参与 军队 这个经济 各方面的全方位的 对美国 对西方世界的渗透和攻击 我们今天看到了这个恐怖活动 大家听了背后发量 那都是计划好的这些事情 牵引技术 是吧 所以我们很可悲的就是 爆料了这么多信息的 这个郭先生 七哥 今天在MDC 都已经发生了巴奥地摩 发生了无数次气球等等的病毒 这些事情 但是 没有人说 没有人去讲 甚至我们去传播信息的时候 还被打压 还被屏蔽 然后我们看到的这个西方各界 包括美国 行动还是缓慢 还没有真正的立法 没有脱钩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面对这样的现实 就是西方世界它不得不去付出 沉重了代价以后 才能真正的醒来 才能意识到行动联邦过去做了什么 过去给美国 给全世界带来了什么 带来了多少有价值的信息 带来了多少真正的情报 但是很可惜 现在它在MDC 我们外面的这些政界军界的人 还在幻想跟共产党 你看到这么多的大企业的CEO 还去中共国 还幻想着跟中共国一起去发展经济 多荒唐 是吧 这个就是中美的较量 中美的真实的情况 你看过去郭县在直播里面又说 美国的实力 多长时间可以把中共干掉 还记得吗 这个直播 三分钟 今天完全不一样了 今天不是三分钟 今天你能不能把它干趴下 都很难说了 今天巴尼摩这个事情 就是一个事实摆在你眼前 发生了恐怖活动 到今天没有人意识到这个问题 是吧 所以说想想 再加上我们也知道 共产党 这个这么一个体制 它到底是什么样的体制 完全是不具细节 没有人性 没有道德 不怕死人的这么一个独裁体制 如果西方世界 美国 包括欧洲 还不意识到这个问题 不去采取行动 不去脱钩 不去把共产党去消灭 这个西方世界 还会付出更大的代价 更多的死 能死 死亡 才会 真正的最后才采取行动 那个时候就完了 这是一期干货满满的直播 现在想起来还是 后背很发凉 因为 我们今天看到的 已经不是说 美国不太平 或者是说 跟郭先生的案子相关的事情 他很奇怪 他很不太平 而是你所见之处 共产党攻击的 都是要害的地方 而且他们用非常简单的技术 或者是早就掌握的 很成熟的技术 就可以很轻松的去攻击 美国各种各样的一个要害 把握的时间点 把握的这个位置 然后和全球联动的那种效应 都是很 都是让人感知到毛骨悚然的那种感觉 但是 可能这种疯狂 也是灭共的一种曙光 也是灭共的一种这个号角在吹响 所以 这个也是 恰恰就是新中国联邦诞生 然后发展 然后强大于这样的一个时代 在一个疯狂的这个时代里面 新中国联邦是最美好 然后最安全 然后也是最让中国人有希望的一个地方 对 我们不管怎么样 我们做我们 该做的 能做的 也必须要做的 因为过去讲过一句话 灭了共 到处是我们的身体 不灭共到处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没有路可退 也必须要去做 所以大家今天 这个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的一些信息 大家去多去宣传 在这个各个平台 多个语种去宣传 我们不管西方能不能 现在能接受 或者说有所行动 但是我们做 我们该做的 历史会记住这一切 记住我们新中国联邦人 过去做了什么 是吧 郭先生一直说 新中国联邦人做的就是老天爷和上帝让我们做的 所以我们还是同样的 每一周所有的这些事情都不会 因为这些事情的表象而改变我们整体的这样的一个进展和这个强大 那导哥最后在这个下一周我们就是步入4月份了 然后很快也会有这个419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 然后也会有这个赢品节的这个庭审 那您看在这个下一周之前还有什么要跟我们这样分享 其他没有了 那大家还是按部就班去做好宣传 然后联盟这边有任何的活动 包括一些大的直播或者说一些更多的服务大家的一些信息出来的时候 我们会及时通过联盟到各农场去通知 让大家了解最新的一些信息 就像我们这个美洲的案情分析 美洲的一些信息给大家带给大家一样的 我们还是那样 就不忘初衷灭共的这个这个这个目标这个使命 我们一定要去完成 对好 最后我们就还是一样给郭先生郭先生的家人 在中共国的我们所有的战友所有的支持者 还有我们海外的所有的战友所有的这个家人 支持者们给我们做祈福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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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